大家好 歡迎收看總線呼籲 我是尚安東投過任意 那為了說我們在上個禮拜 從上個禮拜禮拜五開始 我們是基於就是說 目前這個台股大盤 他已經逼近到13000點 高檔震盪區的壓力區 相對就是說逼近到壓力 那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不斷從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也希望各位你依然 要把這個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是做到讓著重在這個賣股 著重在這個賣股 那尤其我們在禮拜五 也很清楚告訴各位 針對目前這個台股大盤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我們封壓 我們先執行 這叫短空的一個因應 短空的一個因應 靜待他這個盤回測完成 買訊產生 那我們在執行 這叫翻多的一個策略 翻多的一個策略 那畢竟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五 為了說我們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就說有提供給各位一個 短天期 短期的一個體驗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我們幫各位鎖定 這麼一檔個股 那當然的話這檔標的 我們從上個禮拜五也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在禮拜五 針對我們一級會員 我們各個短空一檔標的 各空一檔 比如說把現階段一部分的一個資金 一部分資金先抽出來 針對一些已經形成高檔 頭部成型的這種個股去執行 這個叫反向這個避險線空 短線線線做線空 先賺取這一趟 往下拉回的這個 短空的一個價差 那針對這兩檔標的 所以我想我們在當時 上個禮拜五我們把這個圖 都已經分享給各位 那這檔標的等於說 高檔賣訊 頭部轉空訊號產生 這是在10月16號當天的一個線圖 那這各位你不敢看一下 對照一下 這檔標的就是近期很瘋的 很熱門的一檔 這風力發電的3708的上圍頭 當時買點在這邊 賣點在這邊 各位看一下線圖 當時的買點在這邊 這份產生賣訊 這份產生賣訊 那它那個高檔賣訊 落在176塊半 大花歐老師我們在禮拜五 頂禮拜五 我們帶著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針對這檔高價 為了這檔上圍頭 我們進執行 這叫短空的一個 避險的一個策略 那空下去我想就是說 在從上個禮拜五 上禮拜五 拉回7塊錢 延續到今天為止 這個線圖已經變這個樣子 本來禮拜五的時候 上禮拜五長這個樣子 開始做個起跌 延續到今天 來到這個161塊錢 賣點空點在176.5 到今天是那161塊錢 我想短短三個交易日 您拉開這個15塊半的一個 短空的一個價差 那這是我們會員的相關訊息 我想我們都直接分享 在Telegram分享 各位你不妨都可以去做個好好檢視 針對這檔市 這個3708上禮 投控的一個部分 禮拜五 大跌7塊錢 拉回4%多 昨天小幅小五度反彈 反彈這個3塊半 那我想我們在連續幾天 依然都不斷跟各做強調 把握 趁反彈的一個賣跟空的一個動作 那延續到今天 我想上禮投今天持續性 會形成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 今天一跌跌的8塊半 一跌半根停板 今天咳半根停板 全面性 你根據訊號的一個動作 能不能先執行 這叫短空的一個獲利 價差的一個獲利 先賺這一趟 那並不是說我們看不好這些個股 當然的話就是說 因為不同的個股 它有不同的連動 比如說輪動 比如說多頭循環走完 它會走空 那你就趁它在做一個修正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先做一個短線的一個卷空 拉回 我們先把這趟價差 去做一趟擷取 因為畢竟 我老師我們連續幾天跟各位做強調 就是說 以在最近這個波段 如果說我們再帶各位去買一些個股來講 買進去套牢的一個風險 已經越來越大 套牢的風險越來越大 逼近到一萬三千點 那你這個時間你才去做一個追多 每天一直買一直買 我想很多很多的一個個股 你一買進去馬上就會受傷 那麼就基於就是說以近期 逢壓力做修正 我想這個就以一個勝算 跟這個盈率的一個考量前提 我想配合這個盤式 你先進行這個反向的一個動作 獲利的一個機率 獲利的一個盈率 反而會更高 那當然的話 我們就站在趨勢這一邊 趨勢大部分的個股形態是怎麼樣 我想到今天各位不可能看一下 今天大概大盤 今天壓回45點 那今天全部上市上位公司 下跌的這個加速 高達六成 十幾個股票 六個失 那上漲的這個檔數加速 也不過才四成 那相對我想這是 跌的一個加速已經遠遠 超過這個漲的一個加速 那當然各位 你在這個接環點 你就一個這個盈率跟這個勝算的一個考量 那當然的話我們就執行 先短線 抽出一部分資金 先做一個短空的一個因應 上位投控是如此 賣點空點在這邊 一拉回15塊半 另外我們在昨天也跟各位分享這一檔 2417的圓鋼 一樣 我們都是在上個禮拜五 針對我們一般會員執行這個短線的一個 券空的一檔個股 賣訊68.9 六十八塊到 我想以員工在上個禮拜 禮拜五大跌快接近6% 像5% 昨天繼續跌 昨天繼續跌 又跌了1.3% 今天的小幅度反彈 到收盤 小反彈三毛 換斷三天 我想我們這個空單檔的話 都依然還是做個續爆的一個動作 續爆的動作 不管上尾頭跟這個員工 全面性 短空陰影 那我想各位 你就實際上看這個線圖的一個呈現 能不能大轉 能不能大轉 自己來做個好好的平視 好好的檢視 這針對歐老師我們在 從上個禮拜 我們就基於這個盤 逼近到壓力區 那我們就先執行這個叫短空陰影 靜待它後續 修正完成 回撤買點產生 我不斷跟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高檔先賣 拉回你再買 你會賺更多 這個是更凸顯出 很多很多的個股 絕大多數的投資朋友 只會買問題不會賣 那你不會賣不會空 那我老師我們就直接 帶各位在這個timing 大盤還在 碰逼近到13000 這個壓力區當下 我們就針對這些形成 輪跌的一些個股 持續性 帶各位來執行 這個叫反向 這個避險眷空的一個動作 真的這兩檔 好那我們再講回今天這個台北大盤 今天大盤 既昨天大漲157點 那今天壓回45點 那畢竟我們在每一趟 不管是前波這個高點 差三點就要進入到13000 我們要各位賣 9月16號來到13021 差10點要創立時新高 一樣請各位賣 8月27號全面性逼近到壓力區 我就請各位要賣 那為什麼這一波一樣 量一直縮 你沒有量你要如何去克服 這樣子的重壓 所以說你在這個timing一樣 我們還是持續性會帶各位去執行 趁反彈 反向這個避險短空的一個車流 我想後續 明天我們還有標的 會持續性帶各位來做這樣鎖定 反向這個短空 先來賺這一趟 這個短空的一個價差 那我想我們再買一趟 不管說在9月16號 進入13000 請各位就是要趁反彈賣股票 你就是要賣股票 當天最高來到13021 8月25、27號一樣 當天最高來到12960 又逼近到13000 一樣請各位 執行賣股票 兼空的一個策略 我想就是說 每一趟你到這個壓力區 你眷空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你都能夠輕鬆 去創造出這一趟的一個往下的 回測的一個獲利 那我想就是說 針對目前這個接溫點 我想我們每一天都跟各座強調 高檔就是說大盤一樣執行 在現階段還是一樣維持高檔震盪 那高檔震盪是一個很標準 純粹個股表現的一個盤 那所以說我想在目前這個大盤 那個盤勢這個當下 請各位要去切記 留意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針對不同個股 高低位階 你要看得清楚 目前主在高位階 還是主在低位階 來決定各位的策略 個股的多空趨勢 它是走多走空 你要去原格 去做到這樣區隔 多頭股有多頭股的做法 空頭股有空頭股的做法 什麼價位該做買 什麼價位該做賣 我想就是這三個重點 未接多空趨勢跟它的買賣點在哪邊 我想各位你只要有一套工具 你都可以輕輕鬆鬆協助各位 來嚴格區隔這三個重點 協助各位判斷高低位階 多空趨勢還有它的買賣點 那再來我想我們在昨天也陸陸續續針對近期已經產生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我想我們都也直接在Telegram也都分享各位 包括像昨天產生賣訊 6446藥華藥 賣點在103塊半 賣點在這裡 這幾天已經拉回到這邊來 全面性往下發展 普瑞賣訊 我想這是積極呼呼 創高之後的高檔賣訊 1180塊錢 昨天拉回55塊 今天繼續又拉回5塊 兩天剎掉60塊 一張差了多少 差了6萬塊錢 今天持續性做一個創低來到1105 信華賣訊1440 這一波它創低來到1325 等於說昨天拉回65塊 今天又繼續拉回20塊 兩天跌掉85塊 一張差8萬塊 信邦賣訊在這邊190 今天做反彈 一樣趁反彈還是老化一去 希望各位著重在賣股 這是針對我們在昨天相關分享這些個股 這一兩天實際上表現的一個狀況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這一個波段 我想我們到目前為止 就是說針對我們部分的資金去執行 這個叫短線的一個卷空 那其他的一個部位當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維持這個叫短多因應 那短多重點還是要請各位會買 無論如何你也要會賣 那包括當時我想我們在9月30號一樣 在Telegram分享各位 2454連8顆 600塊以後你都可以買 買點在607塊錢 這一趟漲上來一個禮拜 115塊錢的一個獲利價差 會買人人都會買 那重點什麼timing你該做賣 賣訊清清楚楚 697塊錢你要去執行這個賣 那我們就是一買一賣 完成一趟的一個循環 短波段的操作有買有賣 把這個獲利換口袋連8顆的部分 你不賣這幾天要做一個壓回 所以我想就是說這個接單點 一樣老化去希望各位 無論如何你有這個工具的輔助 什麼該過買什麼該做賣 趨勢是要做多還是要做賣 還是要做賣的一個策略 我想全面性這工具都可以很輕鬆來協助各位 2454連8顆 你就把這一趟的一個價差 做到這樣擷取 會買也要會賣 366140K 我想我們在進行的 分享各位這總共兩趟 都是高檔先賣 拉回再買 買進去之後 你會買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包括在這一趟 賣訊在536塊錢 我想這個價位輕輕處處 趨勢輕輕處處 碰到壓力 我想每一天跟各位做預告 壓力就是在555塊錢 當時最高就來到554 逢季限壓力 每天提醒各位 你要高檔先賣 先賣 賣掉之後 拉回83塊半 買訊產生 如同現在這個狀況一樣 買點出來 你再做個回接 先賣再買 買進去之後 這一趟 公高來到551塊錢 我想我們在當時都是逐日 跟各位做追蹤 甚至在當天 10月15號 我們一樣很清楚 告訴各位 551塊錢 又來到這個季限壓力 季限壓力在這個550.5 過一打 一樣老話一句 請各位無論如何 把握 創高 反彈創高 賣股 賣股 也是買 這一趟價差72塊半 賣掉之後 隔一天 賣訊的產生 賣訊產生之後 很快速做一個壓回 當天 就是說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幾乎打到跌停板 後續 禮拜一 昨天繼續跌 昨天繼續跌 這樣一拉回拉回70塊錢 70塊半 如果說各位 你只會買 會賣 賣 賺也不過賺72塊半 一修正拉回 你沒有賣 不會賣 真是各位 你是追在這個高點的投資朋友們 一拉回 70塊半不見了 70塊半不見 這是 都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想我們在進行給各位 提示的兩個策略面的重點 會買 也要會賣 那買進去之後 當然的話 收到之後 你也是要選 你不賣的話 我想把你的獲利全面性都已經吐光光 全面性吐光光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更凸顯出工具訊號 對各位 你的協助性也要買 你也要買 客家 我想這檔標題 我們在今天 今天早上在9點07分 高點空氣分 我們已經掛著163塊錢 去執行這個獲利出廠的一個動作 那今天最高來到這個164塊錢 等於說這一個波段 一樣 高檔先賣 拉回你再買 高檔賣訊178塊半 一拉回 避開這一趟 快49塊錢 一張沒賣 差到5萬 拉回27.5% 高檔先賣 我想這訊號的清淨足足 拉回 滿年產生 你再做買 買訊 在145塊半 那我要說我們在今天一樣 你會買也要會賣 今天 我們已經把這個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今天我們在9點07分 就掛163 當然今天全面性行程 也叫穿價的一個成交 先把這一趟獲利價差 18塊半 先獲利 先放口袋 全面性 我們帶給各位 短波的操作 不管短多還是短空 全面性根據個股不同的循環 我們去執行 該做這個動作就OK 另外包括就是說 這個我們一樣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你只會買問題 你不會賣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嚴重的後果 我想我們就是說這些訊號 如果說各位你賣錯 賣錯沒有關係 後續它又產生買點 你再買回來 充其量頂多頂多 你只是少賺一點點 甚至這個價差會更大 你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價位再買回來 那重點是說各位 你只會買問題 不會賣 那你寧願你賣錯 你都不要去報錯 包括像這個 當時這個3713這個新金頭 賣訊 其實4塊9 你報錯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會買不會賣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股價一修正 三個禮拜跌掉49% 49% 快接近腰斬 快接近腰斬 你不會賣 不會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這個後果我想這是差很大 會賣你也會賣 6598 這個ABC KY 賣訊144塊半 一修正 你只會買不會賣 一拉回 40%不見 40%不見 全面性 這個不斷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你要會買也要會賣 那畢竟我想在這個階段 不管說像四星KY 在當時前面那一趟 一樣 賣訊產生高檔先賣 我想我們這個都到9月7號 都在我們的Telegram 每一天跟各位做長期的追蹤 先賣 拉回105塊半 再買 買訊產生你再買 這邊賣訊先賣再買 你可以賺這一趟142塊 後續 公高 買信息之後 公高 賣點快產生 我們提提點各位 賣訊 這個536塊錢 賣訊又做產生 你要會買也要會賣 你不賣 又是做個快速拉回 拉回之後 這一趟買點 你再做一個重新回接 一賣一買 先賣再買 兩趟的一個操作 一趟都是142塊 第二趟 72塊的趟 72塊半 兩招又賺兩百幾塊 全面性工具訊號 而且賣掉之後 你要會買也要會賣 你不賣 又是把你的獲利 拉回70塊錢 你這一趟賺72塊半 又把獲利吐光光 之所以要請各位不斷 會買也會賣 近期我想我們陸陸續續跟各位分享 從7月份以來 7月殺生技防疫 8月殺電子股 包廂合一 一拉回 賣訊清清楚楚 一拉回62%多 怕死人 賣掉之後 你才有資金來買 你可以賺這一趟 這一趟也148塊半 綠金光一拉回236塊 全部訊號的清清楚楚 連8顆先賣 這一趟拉回185塊 這一趟賣年產生 我們就做買回 賺這一趟115塊錢 先賣再買 你就賺更多 我們車內面重點都是 那像愛普已經 到目前已經第五趟操作 前面三趟已經避開 前面三趟累積獲利是319塊錢 ABC拉回 我們都沒有碰 後續 買點產生 我們做買 再賺這一趟 第四趟 又是81塊的獲利 細抓一根炭48塊 上尾頭 我們從上個禮拜五 空的這兩趟個股 上尾賣點 這樣下來 15塊半 你能不能賺 原鋼 這樣一拉回11% 你能不能賺 針對明天一樣 趁這個盤一樣 逼近到13000 我們的策略面重點 依然維持各位 趁反彈 逢壓 我們先帶各位去執行 這個叫 短空的一個因應 先賺這一趟 拉回的一個 短空的一個價差 後續 靜待它回測完成 我們再帶各位來執行 這個叫翻多的一個策略就OK 那你不會空 我想我們全面性 我們在今天都提供給各位這個 短期 這個體驗價的一個活動 各位你只要先預繳一個頭期款 後續獲利之後 你再來補差價就OK 那針對我們這個短期體驗價 這個活動訊息 我想各位你就可以直接來電 來做一個直接洽訊 好那今天我們告一段落 祝各位明年財務順利 我們見